疫情如野火狂烧 在南韓传出了许多歌迷 因为参加完歌手赛的 失声秀演唱会后就传出确诊 而在日本也正值疫情高峰 面临医疗崩溃 民众只能抢药抢粮 来自救 南韩歌手赛失声秀巡演 三天几近10万名粉丝 如今疑似爆发染疫潮 许多网友反映 参加完演唱会就确诊 虽然有领导主办单位 免费发放的防水口罩 但活动上大家全都湿透 难易风险还是很高 如今防疫单位要介入调查 而在临近日本夜市人潮聚集 富士山开山首日 挤满了大批登山客 上百人排队强搭接驳巴士 人数是去年的1.5倍 如此的景象 看在民众眼里心疼疼 越憋疼疼狂行之下 疫情狂飙 在东京药局上演了强药大战 只可退钞药 就连营阳补充饮料都大热卖 而超市的泡面和料理包 也不断的捕获 民众疯狂囤粮 以备不时之需 全日本居家疗养人数 达到了61万人 创时尚新高 医疗崩溃 民众只能备药备粮自救 病毒风暴也蔓延到日本国会 已有超过110名议员确诊 等于每7人就有一人染疫 控将影响8月初的临时国会 BA.2.75来势汹汹 专家预估在BA.5疫情还没下降时 他就会取而代之成为主流 甚至掀起更大的疫情海啸 记者综合报道